沙巴山打根一间双层排屋 昨天晚上遭遇注容之灾 三个人来不及逃生 被活活烧死 这起夺命大火 昨天晚上10点多发生在 拉甲瓦丽花园11巷口的 其中一个单位 消整局接获紧急投报之后 派员到场灌酒 由于火势太猛烈 当局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才成功扑面火势 防止酒成面机 被大火吞噬一尽 他们叫后在底层的大厅 找到二米一南的遗体 转交给警方跟进处理 死者身份和失火照音 有待进一步查明